台湾同心創意行動協會 DFC台灣的婷宇 我是台中市建工國小郭志和老師 也有人叫我小和老師喔 這系列的影片我們將為你開箱 歷史協會一年研發的 教科書裡沒有告訴你的永續目標 這是一套對應學科主題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教師手冊 那什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 由聯合國提出 其中包含有消除貧窮 優質教育減緩氣候變遷等17項目標 希望可以透過這17項目標的指引 然後讓全球的組織 個人共同努力一起邁向永續 那聯合國更加強調 這些17項目標必須要落實在日常實踐當中 而教育是父權推展性別平等 確保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尊嚴工作 以及改變生活習慣的重要途徑 SDGs之於教育的重要性就在於 教育工作者們可以透過課程的設計 為孩子帶來不同的啟發 以及創造重要的生命經驗 而這些都將對地球的未來 產生獨特的影響力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與台灣108課綱都在強調 培育學生素養的關鍵 能夠在於去面對真實的環境 OECD更進一步指出 學生要面對未來社會重要的課題 便是SDGs17項目標 那SDGs做一個媒介 讓學校的老師可以透過DFC 學習法做一個框架 帶領學生進行回應 永續發展目標的行動 讓老師和孩子們 能夠輕鬆地在課堂當中 認識全球正在密切關切的議題 從國際視野到在地行動 我們期待可以透過這系列的教材 達到學會的願景 願每一位孩子在每一所學校 都能夠發酵出 主導自己未來的能力 而這也回應了聯合國所期待的 希望下一代的孩子可以更加了解 當前的世界及社會面臨的挑戰 成為重要的實踐者 透過行動去實現更好 更永續的未來 我們期待可以透過這系列的教材 協助全台中小學的老師 將SDGs帶入教學現場 然後透過DFC學習法的框架 然後為學生去連結 永續的概念以及課本的相關知識 找到生活中展開行動的切入點 這份教材一共有三冊 17 項的永續目標 依照聯合國的屬性分類為 社會進步、地方共融以及環境保衛 每一冊我們提供五項目標的 DFC學習法簡易的教案設計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份教材 作為一個前導或是一段引言 可以開啟老師跟學生 對於認識永續價值觀的好奇 這份教材有五個亮點 第一個是我們整份教材 都是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去 設計提問以及教學活動 希望可以協助學生去連結永續發展目標 那第二項是我們在每一個單元的區塊 都會為老師整理了我們蒐集的網路資源 然後讓老師可以省去找資料的時間 然後這些文本也可以幫助老師 自己更加了解議題 像是在減少播頻的這個單元 我們就提供了人權教育議題的相關教學資源 像是國際特色組織分會的網站 或者是台灣Bar的YouTube頻道 以及繪本 就是我們會提供這樣的教學資源 第三點就是我們會提供 對應的學科領域還有單元主題 舉例來說 減少不平等 這裡我們對應到的學科領域 就是社會及綜合領域 教育部的議題融入 則是人權教育 讓老師可以知道 在什麼樣的科目教學的時候 或者是教學到什麼樣的主題的時候 適合搭配這份教材來運用 那第四點呢 則是我們運用了 DFC學習法的四步驟作為學習架構 老師可以看到這裡有感受 想像實踐以及分享 然後來作為學習的架構 可以讓孩子不只認識 以及了解議題 還可以去在生活中採取行動 最後呢就是我們在實踐的地方 都會提供一個歷屆的DFC挑戰故事 讓老師可以具體的想像 學生到底要如何透過行動 來回應永續發展目標 那我們期待老師呢 能夠帶著開放的心態 和孩子一起 就是認識這些 當今全球的人類都共同關注的議題 此策呢為第二策地方共融 中小學的學習階段目標呢 以學生能夠理解共融的概念 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 也存在於人與空間 人與環境之間 意識到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 了解到如何透過個人的選擇 去影響或者是因應環境的變化 那這一策呢我們包含了五個單元 SDG7到11 包含了可負擔的捷徑能源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以及永續城市與社區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台中市建工國小的郭志和老師 來為大家示範SDG10減少不平等 那我們想要先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目前任教的學生年段 我目前在台中市建工國小擔任的是 四年級的班級導師 所以我在三年級跟四年級的孩子們 長期在進行DFC的活動 當然我也有擔任過高年級的社會科 客人導師及班導師 所以我曾經帶過從國小 三年級到六年級 一起進行DFC的挑戰活動 那老師會如何透過我們的這份教材 就是跟目前任教的學生來做互動呢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國小三年級 從讓孩子認識自我開始 然後家庭、班級到學校 慢慢地再拓展到市區 那到了國小四年級階段 讓孩子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好,現實 我們就可以透過DFC 教學法裡面的感受地圖 這個工具來帶領孩子 去認識自己的環境 出現了哪些問題 例如他可能在教室走廊裡面 發現洗手台的水管破了 甚至到操場去遊玩的時候 發現那個跑道為什麼會破損 讓孩子們透過感受地圖這個工具 去發現他日常生活當中 出現了哪些問題 那當然到了國小高年級階段 像社會科已經到了認識台灣這個範圍 那認識台灣裡面包括像台灣的地理環境 還包括人文歷史以及社會發展 那課本裡面我們常看到有一些歷史世界 像這一個主題裡面所提到的物色世界 那小朋友從課本裡面學到物色世界 這不是已經發生很久的歷史世界嗎 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讓孩子從課本認識物色世界之外 能夠實地去走訪一趟 讓孩子們真的去了解到 去接觸到以及去訪問這些歷勞之後 那你可以發現孩子們 他們對於原來當地原住民的孩子 他們學習的語言 他們的生活方式 甚至他們玩的遊戲都跟我們 在平地城市玩的不一樣 讓孩子可以去發現更多更不同的面向 跟我們分享的這項議題 減少不平等中 我們很好奇老師會怎麼透過我們 教材裡面提供的這些提問設計 來引導孩子進行討論呢 減少不平等 我們看起來好像這個任務好像是很簡單 那其實我們會想到說 例如我們班上有那麼多孩子 我每一個孩子都八十塊錢 那一個人都得到同樣的東西 感覺上好像是很公平 可是仔細想一想 這個真的是公平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有些孩子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 包括我們大人都是一樣 有一些現象 有些事件 其實我們都很習以為常 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 沒有感覺不到有什麼不平等的一個狀況 那這本書裡面我覺得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有一些提問 問題 可以讓我們 包括老師 更深入去思考 可能以前都沒有想過的這些問題 對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還有鼓勵孩子們 能夠講出自己的意見跟看法 甚至更鼓勵有不同看法的孩子 能夠彼此互相討論思辨 能甚至轉化角色 站在不同的立場去思考這些問題不同的面向 那在我們的這份教材裡面 其實每一個單元都有提供行動金句 那很好奇老師怎麼看待這個行動金句 在這個教材裡面把你的角色 他可以怎麼幫助孩子化知道為做到 我覺得這本書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行動金句 因為行動金句它可以引導孩子們去看待這個議題裡面 這項議題裡面的使用者是誰 例如像我這個單元的使用者 有可能怎樣 哪一些受到刻板印象對待的人 所以在我們身邊的 例如可能有原住民的孩子 也有可能有新住民的孩子 甚至包括學生他自己本身 都有可能是使用者 那了解使用者是誰之後呢 我們試著去思考這個問題 它背後可能的因素是什麼 像金句裡面所提到的 對彼此文化的不了解 所以呢 更讓我們能夠產生一種願景 這也是在DFC學習法裡面 所提到的最佳情境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我們如何可以更一視同仁的對待 這些就可以讓孩子們 透過這個金句去了解 問題的使用者是誰 還有這個問題 產生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以及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可能要達到的理想目標 以及願景是什麼 那老師剛剛有提到就是原住民嘛 不可能是原住民或者是新住民的議題 那好奇老師就是針對這個議題 還有哪些延伸的子議題 是可以帶孩子去探索的呢 好 我們從這個減少不平等來看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人權議題作為一個出發點 好 當然我們從人權這個大的議題 可以往下更細去切割 有很多不同的子議題 包括像歧視 偏見 那最基本的差異 我跟你的不同 讓孩子可以去看到彼此之間的不同 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之後 就能夠產生怎樣 同理跟尊重 因為我跟你本來就是不一樣的 那甚至呢 多元文化的概念等等 所以讓孩子們呢能夠了解 彼此不同 在我們目前多元的社會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能夠培養孩子們 能夠有更多包容的心態 以及他的一些學習 那從老師自己過去的經驗 或者是參考了我們這份教材以後 就是老師覺得有什麼做法 其實是可以帶學生去從教科書裡面 看見永續發展的目標呢 其實現在教科書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包含很多孩子們 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跟常見的一些議題還有現象 所以呢 我可以建議老師們可以 以課本作為一個核心 能夠帶著孩子去思考 課本當中的這些問題 跟自己親身經歷之間的關係 那在這些事件當中呢 他們的關聯性是什麼 尤其在108課綱裡面 我們看到他也有 19項的重大議題 那教育部他也把這19項的重大議題 跟SDGs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作為一個連結 所以學生他在日常生活當中 跟自己比較密切相關的議題 他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跟深究之後呢 那老師們呢 他也可以透過課本的學科知識 以及課綱裡面的這些議題的連結 把這些怎樣結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108課綱裡面 所包含的還有這手冊 能夠搭配的老師可以更輕易的 將永續發展目標 能夠融入在課堂學習當中 那針對永續發展目標 在教育現場的事件 老師覺得有什麼做法 其實是可以連結其他老師 一起進行跨領域的課程設計 讓孩子可以針對議題有更全面 就是更系統性的了解 所謂的議題導向呢 我們發現它就具有時代性 脈絡性 變動性 還有討論性 以及跨領域這五種特性 所以我們透過DFC教學法裡面 在感受階段 我們就可以鼓勵孩子們 他去提出他自己親身經歷 以及感興趣的議題或是問題出來 那議題我們剛講過 它本身就是一個跨領域的性質 所以在想像階段 我們可以讓孩子們能夠提出很多樣化的問題出來 慢慢地我們再來聚焦 那也許老師們會覺得 那孩子們提出這些問題如何跟學科知識產生連結 所以在學校端的部分 不同科目不同領域的老師 我們就必須坐下來 大家一起協同教學 一起討論 在學生提出來的這些議題或是問題當中 我們的學校 課本裡面 教材裡面 有哪些相關的學科知識 以及教學單元 可以進行連結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師生之間這樣的互動 學習可以讓我們108課綱 以及這一套教材 發揮得更靈靈盡值 謝謝志豪老師今天精彩的分享 讓大家對於如何運用DFC學習法 將SDGs帶入教學現場 有更具體的想像 DFC學習法是一套 跨領域跨學科的學習音架 老師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自行彈性的調整 然後發展出適合自己課堂的課程活動 那最後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要如何獲得這套教材吧 這套教材呢 我們已經發送到了全台國小的教務處 然後如果你很想要擁有一套 這樣的自己的實體教材的話 歡迎你加入DFC教學社群 並且參與我們社群裡面 一系列的解鎖教材活動 你就可以獲得實體還有線上的這套教材囉 詳細的活動資訊以及辦法 都可以參考協會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教學社群 如果看完影片以後 有任何的回饋和問題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期待在教學社群裡面看到大家喔 掰掰 掰掰